好,我們再來走到一間 我們是很明顯的 還是我們參加我們聖畢哥 活動在兩頭可愛的獅子下 線上祥詩獻銳揭開序幕 日銜站水利火車站廣場舉辦 台灣科普環島列車安投站活動 議員陳書惠也到場致議 場面十分熱鬧有趣 好,今天的科普列車的活動 是第二年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的源起是因為張師大 他結合科技部的一個資源 特別把資源帶到我們偏鄉來 那他就是把小朋友啊 從北部,從台北 他有一部列車從北部南下 然後我們南投呢 這個支線從我們的水利火車站 走積極支線到二水跟他們匯合 那在車上呢 就會進行一系列的一個科學活動 那這個科學活動 他們是覺得說 科學教育啊 他這些科學原理要從生活中 從遊戲中去體會 對,不然他只是課本上很呆板的姿勢 活動中邀請南投市嘉禾國小 水里鄉水里國小 以及信義鄉台南國小 風秋國小 共有120位學生參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石獄台主任表示 科技部辦理台灣科普環島列車活動 希望讓偏鄉孩子 能跟全國的所有小朋友 同步受到普及科學活動 使生活科學升職心中 更期待進一步 應用科學改造生活 推動社會進步繁榮 我們這個活動是我們在 5月23號的全民科學活動的一個序幕 就是我們今天辦這個活動 讓一些鄉親了解說 有這樣的活動之後 我們在5月23號 我們會在全南投各地 總共有30所 國中小學校 辦理聖大辦理這個全民科學活動 今天這個活動就是 等於當作一個序幕 那23號就是聖大辦理之後 我希望說讓南投的小朋友 都充分去體會科學奧妙 那也希望說歡迎各位鄉親都來參與 議員陳淑惠肯定主辦單位的用心 期盼屆史活動 吸引學生的興趣 融入在科學的熏陶裡 利用科學提升科技的生活品質 在這裡感謝我們張師大 能夠結合台灣鐵路局 共同來舉辦科學日的科普列車的系列活動 那今天選擇第一站也是開幕的活動 選擇在我們水里鄉的水里火車站 結合我們南投縣各個學校在這裡做一個序幕的開幕 也希望說對於偏鄉的國小以及國中的同學 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 融入在科學的研究當中 利用科學來提升一個科技的生活品質 台灣科普環島列車於5月22號啟動 也是為2017年全民科學周的活動揭開序幕 在環島期間 在四節區間列車設計不同的科學主題 在車廂內帶來科普列車的乘客們 有趣的科學實驗 明義新聞專明線水里猜不到 今進來這些科學の科學 以前形成功的各式 提升每種各式地理工 完全是今天的科學